今天带了个萌新跟我说 松丹的怪太危险了 打不过 那你带我去 让姐看看谁欺负你 这个由安婆就能轻轻松松打几十万伤害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你看好了 你安婆升了吗 哪里弱了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个强度 不要乱说 第三加很难的 安婆升没升 说把练没练 四国怪物特色 蒙德 黎月 倒漆 虚迷 搞错了 是这个 他们这么可爱 你一定 记得 他们的 名字 对吧 今天带萌新去个好玩的地方 有多好玩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看到这个洞口没 找三个零件 跟我来 快就对了 把零件安上去 一动 站着就对了 是不是很好玩 你上来看看 本来以为 蓄米的NBC 一刀一万七 已经很强了 没想到 遇到个萌新 他问我 这个白发大叔 强不强 白发大叔 别问 你坐下看我表演就是了 看我用龙王 给你资个宝箱出来 你不好奇 宝箱怎么出来了吗 看来萌新都不知道原始活动 最近原神三周年 有很多签到活动 比如小电视的七天签到活动 在小电视搜原神福利 看到这个活动没 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签到活动了 每天签到一下 就可以领40原始和若干奖励 不过 只有150万份 快的人才有 然后在搜索界面里 搜原神生日会 还可以看到生日会直播 里面有很多优质的二创视频 成功发布生日会视频 还可以瓜分现金奖励 这原始不就有了吗 最近又是龙王 又是胡桃 又是水神的 你原始背了多少呀 今天用那位来特代萌新 一进去就看到他在 你在干嘛呢 用水煮滋他 你那小水浆不行 让我来 有游戏 还需要打什么 纯水浸鸣 你是故意的吧 小萌新还是太年轻 都城市ój 我不能urmuş 不 được学 communic 我发现这种 最后的分开 这种颜辛 WILL 我发现相亲戀 他们这么可爱 你一定 记得 他们的 名字 对吧 在商店买木坑 千万不要顺着买 不然你肯定会后悔的 Oh my god 小萌兮还想坑我 真是癞蛤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气 没办法 再照顾大家了 喂 需要帮忙吗 打个挑战 好嘞 这须迷都开了 看来不是萌新了呀 你看呗 这还准备啥 过去 这什么玩意儿 哎 快点 嘿嘿嘿嘿 哼 哼我是吧 我要打个狼王 一起吗 你从我这上去 你先爬吧 我给你看个捷径 今天带萌新 遇到个野心 你小子落我手里 可没好果子吃 你好呀 小萌新 需要帮忙吗 哟 听这语气是个野心啊 那要不你带我玩吧 跟着你打就行 你想怎么打 雷神大哟 看来这模型 确实挺懂呀 这是去打雷神之风吗 我就是赶个路 这也怼我 那我得教教你玩原始了 能打 你看着 开了 还不是呢 这是原神隐藏机制 你用风属性 狂为无相之风一千次 就能解锁隐藏伤害 真的 一般人真不知道 一键把队友打飞 你要不要学 上次发了法洛山击飞队友的视频 大家都在问是怎么击飞的 这个方法不需要队友挂机 哪怕队友还在蹦蹦跳跳的时候 一样能把他打飞 具体方法是 法洛山开翼之后 瞄准队友 然后我们先后台 PC端直接鼠标外移 然后点击窗口 等一会儿 发射 就可以看到队友起飞了 注意 此方法 只可在和朋友娱乐时使用 大佬说 带有拿两个 需要献祭 总能拿的宝箱 现在的宝箱 已经这么阴间了吗 我不信 哇 一个华丽的宝箱 这个球球人 看起来好可怜 一个人孤独的看着海 他一定有很多故事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 解怀的 蛤? 对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你这个招老头 怎么看 我不是说 你这个招老头 你这个招老头 Ooo